在科恩认罪的当天 特朗普的另一位亲信 他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也被法庭判定八项罪名成立 特朗普的这两名亲信同时遭殃 将对他本人带来着怎样的影响 对特朗普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杀伤力很强 甚至美国的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特朗普最黑暗的一天 之所以对特朗普打击大呢 最关键的是这两个亲信都有可能和检察官达成这种 来抖特朗普的一些底细的行为来换取量刑轻的这样的一种协议 因此这对特朗普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目前同学们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 检察官就希望抓住特朗普把柄的确凿的证据 而这两个人都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亲戚 他们一定是会掌握特朗普的一些底细的 这是一 第二呢 特别是科恩的这个案件 因为科恩呢 里边其中最这个一个对特朗普杀伤力大的 就是这个给所谓两个宴心的封口费 那么在美国你这个两性关系是属于一个道德问题 但是呢 在这个封口费问题上 特朗普呢 前后表态呢 是不大一致的 也就是说你不诚实 你不诚实 那就是做伪证 做伪证的话 这个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检察官甚至向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会为此提出弹劾 弹劾的话 对于特朗普来说形势是很严峻的 因为不仅民主党想把他赶下台 共和党内有一些人对他也不感兴趣 之所以现在韩这个力挺他 是因为考虑到中期选举 一旦中期选举结束以后 这些共和党人是否还会支持他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两个人的反水 确确实实对他是 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